昨晚的欧联亦来到正赛第二轮第二天的比赛 第一天大家看了阿仙奴主场赢了PSG 然后到昨晚也有几场波可以看触目的 包括RB来比锡主场对着薯云达斯 这场波带神有开Live 虽然RB来比锡主场是两度领先祖云达斯 而祖云达斯的门将迪基·哥利奥是红牌被俗 但最终赢球队就是祖云达斯 10人应战都3比2反给你 祖云达斯赢球队 接着另一场在维拉主场对着拜仁 这场波绝对是82年的欧冠杯决赛 闊别了欧联四十多年再次赛入欧联赛事的维拉 主场出战 威廉王子也坐上了 中实的维拉球迷 下半场捧着哥伦比亚前锋 杜兰杜兰一战定干山 1比0就赢了由甘斌尼带领的大人莫尼克 赢球了 另外有黄马 卫免的黄马作客 真的输了给这个 上半场输完半场前 卡马云加禁区里手球 输了12马 就给李尔 就是因为这个12马 0比1就输了给李尔 甚至有麦总的下半场入剃也没用了 也追不到 接着利物浦呢 利物浦就在主场 眼飞路出战 对着波罗尼亚 利物浦这场球对着衣甲的波罗尼亚 赛前也看好利物浦 今季利物浦在史诺带领之下 还可以 保持得不错 开季也不错 整季暂时开到现在 是输了给森林 那场球以外输了给森林 其他 也不错 赢了 输了给森林 赛前已经有四年胜了 接着 对着波罗尼亚 波罗尼亚 上季的衣甲骑兵 那又怎样 60年再次赛入欧联的比赛 但是 之后被拆骨 被拆骨之下 今季 衣甲只是排第13位 中下游位置 来到岸非路坐下利物浦 当然当然不会被看高 上半场 虽然波罗尼亚在8分多钟的时间 先把球放入网 但只可惜 荷兰前锋达宁加 接应米兰达直线的时候 丹刀射入的时候 突出了 没办法 越位在先 球阵就拆骨了 旁证就已经扯了 旁证就已经扯了 这波炸糊 接着呢 你不进去 到11分钟的时间 利物浦 一声就先开纪录了 当时 沙拉 在右手边 不 首先是中间先去 中间先去 然后就逼过来 这边 逼巴兰 达云纳尼斯 在禁区 顶的位置 刚刚踏入禁区 禁区 她不是转身射 拨环给 空位的沙拉 沙拉也醒目 马上一拉 左脚 突出一波 突出一波 门前 这个位置很毒的 很毒的 然后就被这个 刚刚落正 就是这个 阿鲁蜜 麦阿里斯打 麦阿里斯打 入涉的时间 完全是没有人察觉到的 在没有什么人察觉到的时间 入涉到了门口 然后就第一时间 撞射入网1比0 利物浦先开纪录 哇 不得了 接着之后 利物浦曾经也有机会是 没多久之后 十几分钟 扩大优势 但是 这次 接应 韩洛的直线 单刀射入弹 又达出了半个身位 没算 旁证就立刻又扯了旗 吃了炸糊 一人一个炸糊 上半场就 所以上半场就 利物浦领先一球 下半场 双方都 互有攻守 接着 到75分钟的时间 接着 利物浦再次拉开比数 当时沙拉右边 立了个球 到右位的时间 安乐一个叠牙 帮手拉一拉空 对方的防线 沙拉立刻拨环 推入中路 看到有条斯加鲁 就正着吃虎左脚 驾个漂亮的球 入网 这个球真漂亮 沙拉的轨迹 可以绝对说 2比0 最终这一场球 利物浦2比0 赢了博洛尼雅 成功全取3分 暂时踢了两场球 利物浦两战两成 两场这么巧呢 都是对着二甲球队 第一场作客赢了AC米兰 第二场回主场 赢了博洛尼雅 两战两成6分 博洛尼雅又怎样? 博洛尼雅两战一和一辅 暂时只有1分 好,我们先看看双方阵容 利物浦那边 斯洛继续排4231的阵式 在艾利神后放入 幼至左、艾诺、干纳迪 队长云迪克和罗布神 这阵防衡继续加纹 背自拍着 路密密尼斯打 三个进攻中场 右边是沙拉 左边是路易斯达斯 路易斯达斯 中间是苏布斯 正箭头 今场帮他用了达云劉尼斯 4233的阵式 路易斯达斯 路易斯达斯 后防又幼至左、奥地利 右阵的宝树 荷兰中间布基马 法国的中间劳金美 以及西班牙 前巴塞清分的 米兰达 三个中场 黑洛地亚国的莫路 队长也是瑞士国的库拿 以及波兰年青中场奥品斯基 前面三叹击 右边是奥苏连尼 左边是瑞士左翼的尼杜耶 正箭头用了荷兰前锋的达宁加 利物浦后备有什么球员呢? 除了后备门将基里香之外 还有草高美斯、祖达 居迪斯中斯、森美卡斯、加普 摩童 坤沙、安岛仔、远藤河 以及江南巴特尼 雅边商 波罗尼后备有丹麦的逆风奥特加特 不是奥特加特 还有阿根廷的年轻前锋卡斯道 还有英格兰的年轻的进攻球员伊宁 还有瑞典后卫贺母 哈罗地亚终结艾力 瑞士中场艾比斯塔 法比安 意大利后卫卡沙利 还有希腊的阻集里高 基安尼斯等等 这些球员 先说一下作客的波罗尼亚 这场球 老实说 由上半场开始的时间 他们完全被利物浦带着节奏 没有人脚所限 人脚所限 面对着利物浦的迫抢 和快速的进攻 似乎有点吃力 推进上比较慢 开始的时间 一直受压 到十多分钟的落后 但是他们也懂得把握到 利物浦在上半场中段时间 回气的时间 压上了 希腊利坦奴这个教练很有趣 他真的防守 老实说 过往教斯帕斯亚也好 教费伦天娜也好 他绝对不是一个十分防守型的教练 对于防守更加 他的球队 揮下的球队防守 整天都为人救病 有很多脱漏 但是为什么 他教的球队也是没有港班 踢下去 还可以做什么 他还可以做 教费伦教了几年 带过费伦进去欧协联决赛 是仅仅输给椰子的原场 还是输给椰子 因为前场的压迫 对对手的压迫 过往由斯帕斯亚到费伦天娜的时候 他的球队就由于当年 是二甲的列斯联一样 全场逼抢 赶球就要到处逼 不会专注收到防守线 而且中场线压到很前 所以上半场入局比较迟 波罗尼亚球员 也跟不上速率 但是当利物浦去到二十多分钟 相对地回气的时间 波罗尼亚开始压迫 他们就撒出 真的开始了 就是以太利亚务 这个意大利佬 比较撒家的前场压迫 这段时间是逼得不少的 也令利物浦后防也不少出错 而且这段时间也是波罗尼亚 整个上半场最多攻势的下 最主要来自这段时间 那些攻势其实都倒肉 譬如你道爺已经两次了 有一下还准备外处弹出 其实差点了很多次 还有死球制造到威胁 不过把握不了 也过不了艾利神 所以上半场没办法 还是落后一球 下半场出来的时间 利物浦明显想收回慢一点的节奏 波罗尼亚下半场就拿回不少 但是又是最后一脚的处理 这些真是没办法个人质素的问题 譬如奥苏连尼 即是数目人物 绝对是前线最有威胁的 下半场初段那波接应死球 斩进来的 他左边扫脚 也过很多艾利神 那波是传进去中间的门口 还有队友在 要么是脚面引起来 但很明显没有信心 选择把脚扫脚 基本上发不了力 只要艾利神封到的位置 便很轻松发出来 又浪费了这些机会 接下来到后半段时间 体力下降 加上防守方面 多空位 明显沙拿第二球入球 你已经是了 你怎会让出沙拿 即是左脚 左脚仔 最看家本领 就是拖回中路 远处射入 就是刚刚让那条斯加路给他 不封他的位置 不杀出来 那就小死了 其实沙拿在这球 射之前 已经射了一球球 柱边出界 波罗尼亚申请输球也没办法 接下来 波罗尼亚临完场前 也有些机会 但又把握不了 也破不了弹 最终这一场球 波罗尼亚输球 也进不了球 明显这对波罗尼亚被拖骨之后 实力方面真的差了很多 对比上规 其实这些中营班 你不会预计他 连续两季都这么有表现 但是 没办法 除了被拖骨之外 最惨的是 他拖骨的对象 是教练 没有了大脑 大脑被人拿走了 那就还死了 球员你还说可以补到 教练不是那么容易 Italiano和莫达 明显是两招 两招 所以今季波罗尼亚 大家都不用太大期望 衣甲的话 弹球呼吸成功 已经算很好了 利物浦 今场上半场真的 演绎到前场迫抢 和进攻的快速 上半场一开始上来的时间 一开始出来的时间 真的 一开始已经加快速度 想很快 快点按你一粒 打借了你 这也是过往利物浦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表现 今季虽然很多时候 会觉得利物浦好像慢一点 这个贵赛 但是看到近期开始 顺了斯洛顺了之后 都逐渐开始 一开球就先来一阵 先扯一阵 尽快看看能不能 按一粒领先一球 好踢点 拿着一球的优势 这场球也很明显是制造到威胁 波罗尼亚完全受制于利物浦的迫抢 和快速进攻 即使上半场中段 其实曾经有过修慢 但是去到完半场前 也再压多一阵 利物浦 只不过不能进球 下半场 就算稍微拖慢节奏 或者是一些 没有之前压得那么快 但是 也起码控制到战局 最终再多进球赢 这场球也是一个很合理的赛果 另一件事 今场球的利物浦 真的很值得大家赞赏 比较正面 就是一群球员除了迫抢之外 撿第二球的能力很快 很自动自觉很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特别上半场的时间 特别上半场的时间 有几个 雁洛 好 就算了 是吧 你只逼有用吗 没有人在执席 不走位 那和万联有什么分别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迫抢就是一个系统 你逼完之后 有人在执席 自动自觉 然后执席完之后 要看给谁 那利物浦 今场球员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其实上半场几下攻势 那些所谓反击 那些攻势就是这样 刚才所说的几个球员 就是今场球员值得给他们 在执席完之后 其实很重要 对于球队的 进攻的运转方面 是十分之重要的 今场球 利物浦的中场 可以说都是其中一个 智圣的关键 加云贝智依旧交出 一个十分之高水准的表现 即是三个中场 除了老物入球 有入球之外 表现当然好 老物也是助攻助手 控制节奏 加云贝智 这个真的要说一下 上季加云贝智在高普 打领之下 刚刚来到初尼布道 就不是太多机会 都是后备多 比他上阵 表现也不太好 似乎他还在适应应 英超的速率 还有被人感觉 好像有点 懒洋洋 再回看 原来说 加云贝智不想踢防中 高普也好像不免仰他 反过来 所以他踢得不太得心应手 但是今季 史诺摆明摆在6号位 而他呢 真的很明显 踢你上来 就不是说不想踢那些 似乎史诺 对于用人的方面 和高普拉 这个也有点分别 史诺就是要你去执行他的战术 现在环贝智今季 这么多场球 是可以执行到的 除了防守的拦截 遮阵等等之外 还有就是他推上去 转手为攻的速率 是很快的 老麦拿到的球 你也说是控制节奏 还有就是放下长篇 甚至是后会上进攻 交云贝智 直接推上来 今场球有几下已经是这样了 只是上半场也有几下了 下半场也有不少 满场飞 可以说就是 老实说 利物浦你说最重要球员 沙拉当然重要 路易斯塔斯当然重要 但如果你问我最重要球员 不是这两个 而是交云贝智 和密阿里士打 这两个 这一对防中 就是最重要 真的缺一不可 所以如果你说 当N倒你不适合用的时候 你不给他机会 若然交云贝智 有什么东瓜豆腐的话 利物浦也蛮严重的 因为就算后面 居利斯宗斯 不是这个踢法 不是这个位置 居利斯宗斯 是8号位 就是苏布斯的位置 所以交云贝智 真是你生生生生 千万不要有什么医抑 如果不是 利物浦真是大领诺 今场球绝对好 另一个也要赞一下 苏布斯利 虽然苏布斯利 加盟了那么久 特别在上季 当商业出来之后 到现在这一刻 感觉好像还未回复 上季初的水准 上季初其实不差 苏布斯利 还挺好的 当时很多利物浦普及 都说 哇 真棒 但是当他商业出来之后 哎呀 不行了 没有东西看了 越来越沉 他自己好像想急于表现自己 很想急于表现自己 但是今季你见到 苏布斯是其实 虽然还未回复大家 对他的期望 但苏布斯利 其实也不差 苏布斯利 真的不差 这个球员 有软射脚头 和后想入涉的能力很高 只不过有一件事 他真的要介绍 就是他很多时候急于表现自己 很想急于表现自己 很想急于踢起信心 但是你越急 你就会越乱 真的 这些有时急不来的 其实今场的苏布斯利 是不差 看得挺好的 满场飞 那些球 当然你可以说 有些球的细节位 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 譬如有些决定上的东西 但其实今季已经越来越有进步了 对之前季初的时间 所以 其实苏布斯利 这个球员 大家也不需要太厉害 真的 再给他多一点时间 给他多一点耐性 他真的 老实说 只要一场球 只要一场球给他 可以真的 不是只是一个人的球 而是一场球给他打起 分分钟他的信心回来 就是另一个人 另外一个 说到经常性被人踩 是什么呢 巴勒 是吧 托云纽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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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场球担任正选 代替 赛前说有些伤在身的祖达 就是担任正选 听过正战头 老实说 巴勒纽尼斯 把握力令人吐血 今场球也是 浪费了些机会 亦是炸糊 但是 又这么说 今场球的巴勒 真的 表现挺好的 首先 他的身体质素 他的走位 是聪明了 还有 给球 第一个球 第一个球 赢 虽然老麦入球 一比零 你可以说 赢莎 送球 欺负到他落点 禁死毒 但是 第一次 赢 你首先要赢回掌声 巴勒 那个球 比起上两季 拿完那球 转身就射进去 人堆 哪怕你什么 就射进去 但这个球 不是 他拿完那球 很果断的 就去 还了 就给空位 莎娜再戳进去 然后比较老麦 明显 你会看到 巴勒 在球伤方面 是有少少进步 当然 进步 空间仍然很大 但是我经常说 纽尼斯 这个球员真的不太差 他有身体条件 真的很好 跟球伤 这一刻 这些没得急 也没得练 很惨 但是 你见到今场球 他比球 那些 比球走位 那些路线 其实真的挺好的 他很多时候分边 无论在后场拆动 反击也好 或者是 自己拿到前面 在禁区顶 那些 尽量分边 先拉空对手防线 利用球场阔度 不再是 单单是什么 一拿到那球 就转身 就向前 自己去 不是了 这个其实 对于球队的进攻 也很大贡献 好了 利物浦赢了 当然 中场和前场 压迫 或迫抢 是很大的功劳 但是 是否没有地方要挑剔 也有些挑剔 今场球 上半场 曾经说过 他们回气的时间 那段时间 被波罗尼亚迫 迫 迫得差点 那段时间 真的是吃够心的时间 那段时间 今场球后防 是多了一些全失球 甚至艾利神 也有全失球 即波罗尼亚迫 迫迫 加大压迫 后防 那方面 就是一些全失 或者一些不集中 又出来了 那段时间 是最容易失球 其实也接近失球 如果不是波罗尼亚迫 就不是艾利神的表现 其实已经输了 一比一了 下半场 和史诺 真的想说一下 史诺的铺牌 的game plan 明白的 你是想收慢 收油 但是是否可以 下半场出来 立刻压迫 那么多粒的时间 才收到未遲呢 其实下半场出来 想收一收的时间 那段时间 是有点牙烟的 波罗尼亚迫 虽然质数所限 但是当他们压迫 上去的时间 真的很难说 很难写包单 下半场真的 如果你比较 我真的会 那么多粒 波罗尼亚迫 后复又不是稳固 以你的质数 要下半场 头十分钟这么多粒 不是难事 但是问题 你一出来 就已经收一收油 那段时间 给波罗尼亚拿回个小 如果你说 真的对方把握到 我追回1比1 又是另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就 少少东西 但是当然 最后赢了波 都可以的 那你又扶 那两战全胜 暂时六分 好了 今集时间来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放下一个like 和subscribe 这一条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正常来说 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弹出来通知大家 我还会追回我 subscribe 再追回Petyola远欲的Ig 因为有新节目 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播放 上IG sto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